李克强考察江苏以下飞机关和直奔这里,李克强总理11月29日来到江苏南通,以下飞机直奔江苏银行南通重川之行,该银行将服务小微企业视为自己的创账基因,先帮百计增加小微企业贷款客户数,同时实现了不良贷款率大幅降低。 李克强说,你们的业务实践证明,只要用恒星,下真功,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归这一世界性难题就大有希望。 小微企业名头惊起来小,但做好了却是篇大文章,他们是支撑就业的主力军,小微活,就业开心,市场就往。 李克强在这家银行营业厅,开了个微型座谈会,李克强总理11月29日来到江苏银行南通重川之行营业厅,与前来办理贷款的小微企业主,现场开了个微型座谈会。 总理,一一询问他们,贷款利率是多少,又没有附加备用,开户需要多长时间,江苏银行负责人介绍,该行想方式吧,扩大为小微企业放贷,降低其融资成本。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和客户输的年增长率连续七年全省第一。 李克强说,客户是银行的一时父母,只有客户不断扩大,银行才能不断让大。 如果紧紧绑定几家大客户,未来的路会越走越窄,银行今天助力小微企业,事实上就是投资自己的明天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